Prestige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詹姊達 我愛電影 首先我要說 因為我愛電影 所以很多年來我都一直參與不同的項目 一直以來我都會自己拍東西的 怎麼拍 怎麼去理解這場戲 怎麼去拍出這個氣氛 怎麼把這個節奏版的拍出來 都是很多我的電影都是自己去下場去拍的 其實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 哎 以為 剛剛你提出的一個要點是非常重要 哎 為什麼那麼多年都看到鄭子蘭的風格 無論我掛名在幕後 不掛名在幕後都會看到 看得出是鄭子蘭下場 因為我真的是下場去拍 然後也提出很多對於整體風格方向的要求 事實證明那麼多年來我認為這種做法 我認為是沒一種錯 最起碼沒一種錯 我是對我自己的更嚴厲 更嚴厲 那麼現在已經已經很多作品出來 大家都都看出來了 其實比起其他的 我覺得我比起其他的導演 好多的要求 要求出名嚴厲的導演 比如說杜其鋒 許克 呃 呃 王家衛 全部其實我 我我只是 我怎麼說了 我 I'm very happy I'm very happy I'm very happy I'm happy 你知道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每天都抱著那個 負面情緒 很辛苦 很辛苦 你這個 累氣 殺氣 很辛苦 我不享受 我不享受 因為 我希望 一直都拍正能量的片 但是呢 作為一個演員 當時拍追龍拍博豪 確實是我很大的誘惑 然後我接受了一個挑戰 我必須要全力以赴 但是那幾個月 甚至半年的時間 我是很痛苦 我從來都不認識我自己是 遇到這一場 這個是媒體 可能就是看我很多很厲害的一些動作品 所以我如果給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誇獲 我是一個很平的一個藝人 這個是可能這個在那方面是我比較強的 就是我 有一口氣 宇宙最聘 我如果答應拍一部電影 我真的是 活出去 怎麼辛苦 我都把它盡量做到最好 而且最一分一秒的 我都不會放棄 我追求 我追求一個很平衡 平衡一個家庭 那個很很很很 我對我來說 幸福 幸福是 不一定是 世界很多誘惑 世界很多不同的 desires 你不斷去追求 你永遠不會找到一個 心靈上的一個馬力 我覺得心靈上的馬力 對我來說 最幸福就是一個 好的家庭